许多朋友常常询问 为什么我的幸福还没来到呢? 收听昭仪幸福道 你的幸福准时到 哈喽,昭仪幸福道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纯涵 那最近呢,不晓得你有没有特别容易觉得自己 好像怎么头晕晕的,好像地板在晃呢 最近呢,各地有非常多的小地震发生 那有一些观众朋友就来 听众朋友就询问我们说 诶,有听说土地的能量跟这种变化 其实会对于我们产生一些影响 或是跟这个地方的人特别有关系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赵宇老师 来去为我们做这样的分享 来,请赵宇老师跟我们说说看呢 就是土地能量到底会对于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欢迎赵宇老师 幸福道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陈寒好,我是赵宇老师 很开心呢,我们这一周又来一起聊一聊 很有趣的话题了 其实如果你常常去某些地方 特别是坐飞机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你到了某个地方要落地之前 靠近了这个地区 那你就会感觉到它的气流稳不稳定 那当然啦,如果能量波动大的话 气流不太稳定,那你可能就是所谓遇到乱流啦 然后你在飞机上就会震动的比较强大一点哦 那,可是这次回来也是蛮明显的哦 因为我发现说,呃,我回到家呢 呃,发现我有一个放这个花的 放花跟竹子的一个小的木台 那其实平常很难移动它 可是这次回来呢 可能是经过了几次小型的这个地震、微震哦 所以它已经移动了它的角度跟位置了 所以因为我在整理家里的时候才发现说 哦,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土地呢 最近波动比较大了 我刚听到老师说能量波动很大 哦,想问问老师 什么是能量波动很大呢? 那这个能量波动很大 它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能量波动大,呃,简单来讲 就好像说我们坐在船上哦 然后呢,你遇到大浪的感觉 那有的时候这个波动呢 也很容易唤醒 或者说激发到 去刺激到我们的内在哦 那会让我们比如坐在船上 你想想看 你坐在船上 忽然来个大浪 你可能呢 呃,会有点恐惧啦 不安啦 那呃,可能 当然你可能会兴奋哦 可是很多伴随出来的都是比较担忧哦 或是隐藏的情绪 呃,所以呢 那也表示说如果一个地方 它容易有这种情形 或是它最近有这样的情形 那一定是这阵子有许多的事情发生 因为呢 对一个土地来讲呢 它的波动呢 是跟土地上生存的人们有关哦 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的人经常有情绪啦 或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话 那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地方呢 它的起伏变动 然后能量波动会比较大的 哇,这样听起来土地能量 其实真的对我们的这种情绪啊 跟意识提升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耶 难怪中国人会在这种土地的风水啊 地域上面特别的讲究 像是什么祖先的坟墓啊 然后房子要盖在哪里啊 周边的环境什么的都特别的重视 是不是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就会对我们的健康情绪 或者是可能这个家族事业的兴旺 会有一些关系或会有一些影响呢 老师是这样子的吗 嗯,对的哦 其实每个地方的土地都带有不同的能量 那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我飞到不同的地方啦 我就可以开始就感受到啊 接到不同的能量的讯息 或是呢 就在当地的会有一些新的工作的产生 或者是因为不同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变化而产生了 新的因应的一些能量工作 在我们中国传统来讲 其实中国人特别讲风水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呃 刚才提到了就是不同的地方土地啊 哦,那当然会影响到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们 哦,同样的我们的情绪呢 也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磁场哦 哦,那所以其实这个是大家目前都可以认知 而且都理解的事情 嗯,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 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在传统呢 台湾的这个道教里面呢 有这个走林山哦 那其实也类似这样 也许呢 在灵魂的碎片记忆里面 想到各地去搜寻过去曾经存在的记忆啊 或者像拼图一样 想要把自己失去的灵性的能力呢 找回来或是拼回来啊 那可是对我来讲呢 刚好我们做法也是类似跟相反的哦 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走到了某些呢 呃,磁场,土地磁场 或者是我们设定的一些神圣的地方 那其实去到这边也会有相同的 各种的感觉出现哦 那也像是唤起某些情绪 深藏在内在的情绪 或者是呢 很深的这个意识 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哦 那或者是灵性的层次的觉醒 所以其实这些呢 说穿了很简单 它其实都是跟这个土地磁场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哦 难怪老师常常到处飞 原来旅行除了去工作或者是玩乐以外 还可以去收集我们的灵魂碎片 那我想再问问老师哦 因为 因为现在住在台湾嘛 所以就想问老师 就是老师飞回来台湾的时候 哦 那在台湾的土地上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觉得台湾的土地有什么样的能量特质吗 这个问题哦 经常有人问到我 那也因为跟我的工作有关嘛 因为我们其中有一项工作呢 呃 就是带同学到世界各地旅行 好 那旅行的同时呢 也可以去参访各地的文化 不同的这种人文 还有他的这个能量 哦 那可是大家就会讲说 那那这个不同地区的这个能量是什么 其实就是像刚才我讲的 每一个土地呢 他因为在这里存在的文化孕育的人民 大家的人心 还有这个传统的一些过往的历史记忆呢 都会好像刻画在这个这片土地上 所以呢也形成了我们这几年下来了 带同学到埃及啊 希腊啊 西藏 布丹 印度啊 然后呃 中国很多地方好 那呃 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这个20年的一个生命体验 那有的时候你想想看 呃 如果不是为了去寻访更高层次的这个心灵的自己 那或者怎么会有机缘这样旅行呢 那同样你可以去旅行 可是你往往只是在游玩吃买东西购物 然后就是玩乐 可是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 你会体验到他的土地能量 体验到他文化人文所带来的土地的这样的一个磁场的时候 那往往会给我们的旅行带来了添加了很多有趣的这个体物跟花絮 好像感觉收获会更多 所以呢 一个简单的缘起啊 就一直这样子很单纯的一群人快乐的走到世界各地去体会 然后去分享去提升 那因为我的工作有一部分 除了能量还跟色彩有关 所以也变成呢 大家每到的地方就会特别的去认真研究当地这个土地当中这个国度里面呢 他所带来的色彩的影响力在哪里 那所以这也是促成了我们在二十几年呢 呃 带同学们啊 一直到各地去旅行 然后边游学 边欣赏风景 边吃美食 然后呢 边去体悟内心灵性的提升啊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工作啊 跟很美丽的事业 那也因此呢 让我们对世界各地呢 很多的风土民情有了更深的体会 那就因为会有这样很深的体会 所以才会促成我们往内再去探索自己 因为有的时候你只是在你自己家里 或是在你每天的上学的环境 上班的环境 或是你自己的家族亲戚朋友 那或者是我们只是在台湾 或是我们居住的地区当地好了 那其实呃 这样的生命经验呢 还不足以让你的国际观 事业观 甚至是宇宙观点呢 能够提升到一个高度 所以有的时候透过这样的不同的旅行 去看到跟我们不同文不同种 然后不同的语言的人们 他们在想什么 或者他们的生活习惯 有的时候带有这样好奇心去体悟的时候呢 反而给我们自己的心灵呢 展开了一个美丽的提升的空间 而不只是也只是在我们自己呢 小小的内心深处 一直在我们的痛苦当中打滚 一直想到自己有多少问题 还有多少钱没赚到 还有几栋房子没有去赚到 还有什么什么 就想到太多我们的匮乏了 所以有时候切换了一个土地的地方呢 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内心是丰富的 好 或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是丰富的 所以呢 我们就不会一直锁在这个小小的小世界里面 刚才淳寒提到 因为淳寒还有几位老师们呢 都是住在台湾 所以很好奇呢 所谓台湾的这个土地磁场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四面环海的一家 一个岛屿嘛 所以呢 对于一个这样的环境来讲 它一定有两种性格 两种的这个土地的呈现 那第一个就是因为是一个岛屿嘛 那被大海所环绕 所以呢 它必然有一种热情 还有包容性 那因为海的这个特质呢 会让人们的心是比较柔软的 所以肯定在这个土地上面有很多的情感情绪的波动 让人们呢也比较容易搏感情 所以可能在友善程度也比较高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 因为是岛屿 所以呢在岛屿它的覆盖性它的覆盖面积是少的 所以呢 相对的它可能这个狭窄性就高 特别是如果你不出海 你不出洋 你不放洋 你就是只留在这个地区的话呢 那当然限制性局限性就会比较高 就像我前面讲的 你越出去看到各种不同的世界 你就能提升你的国际观跟宇宙观 那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只有国际观了 还上达一个宇宙银河系的观点了 所以呢更需要去敞开 那么在古文明里面有一个Lelumia的一个传说 那这个传说里面呢 其实是延续这个土地能量来的 因为台湾呢 其实在Lelumia的这个传说里面呢 它其实是从夏威夷开始一直沿着到这边来 所以实际上台湾跟夏威夷沿线呢 其实它是一个连线 那这个连线其实就是一整片大陆 但是呢当时呢这个路程之后呢 这个大陆上的高山呢 路程下来就变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台湾这个顶峰了 以前是一个高山的山顶啊 那所以为什么这个地震带延续下来 它经常有很多的不安很多的变动啊 那都跟这个地震带 Lelumia这个文化传说是沿着这个地震带下来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神话传说里面呢 也会提到因为它的火药性啊 你看它是一个火山对不对 它是一个不稳定的磁场 可是它也代表了很多的这种灵活创意啊 甚至是呢灵性的提高 因为它的变动跟广度是同时在发生的啊 那你想想看如果一个死火山 或是一个不成不变动的一滩死水 那它就没有什么向上变动的提升的可能性 可是如果今天呢 它是一直在活药的 虽然活药也有它的危险性 可是它相对的也有它的爆发性啊 所以我想呢 这就是台湾呢 为什么我们常开玩笑说 这个世界各地呢 不出名的灵性工作者 就只要先第一站先到台湾 他就会出名了 而且会赚到很多钱啊 以前我们身心灵的这个同业 我们资深的老师们都在开玩笑 因为很多同学群说接触了什么 就会问我们 那我们其实在国际上没有听过 可是来到台湾就红了 甚至呢很多老师就定居在台湾了 因为这实在是一个福地宝岛对不对 人民友善 然后钱也很多 然后都很愿意呢 去贡献他们的时间精力 到这个灵性的事业 特别是外国人过来啊 所以呢 台湾呢 就常常我们以前开玩笑这样说 那实际上这样讲呢 也是因为呢 他的这个地区啊 让人们呢 对这样的一个本来在台湾的这个土地磁场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啊 所以才会塑造这样的区块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 也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就会他可能比较漂泊 比较湿根 比较可能没有一个更稳定的方向感 好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说是宝岛 因为他一年四季 而且他的食物 水果特别好 然后气候好 那当然也因为在Lulumnia的传说里面呢 跟这个土地这个活跃的地震带 也会让这个灵性的意识觉醒呢 比较提高 因为表示他的 他可以接纳各种不同的变动 好他不会只有呃 死死的只照一种方式 他可以有多元性接受很多种的不同的方法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台湾很重要 因为他是一个灵性宝岛 因为很多就是呃 各种各家各派都可以在那边发展起来 哦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这个嗯 在台湾呢 他的非常特殊的土地能量 这样听起来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耶 不过在这个宝岛上面 应该还是会有能量比较高跟能量比较低的地方吧 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地方 可能大家就不是很喜欢去住在那里 那想问问看老师就是呃 比如说我们在找一个要居住的地方 或者是我们要买房子呃 挑办公室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判断 就是这个地方的土地能量是不是跟我们符合的 或者说这个土地能量他是不是一个呃 福地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的地方呢 嗯 判断的方法哈 嗯 这是一个好问题 嗯 我想 为什么土地跟人人的性格 或跟我们的人心有很大的关系呢 呃 举例来讲一个喜欢安静的人 他就可能不会住在市中心 因为他嫌吵 对不对 嫌很很吵杂 那一个喜欢夜生活的人呢 他肯定不会住在太偏远的乡下 呃太安静了 他可能会觉得窒息 所以呢 人们往往会选择适合他生活的这个地方 好 那有个地方的让人觉得蓬勃发展 比如说是一个商业大都市的时候 那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天天想向上奋发努力工作 赚到很多钱的人 那你就会不安于事 所以你希望有很多机会 这个时候你找到居住的地方 能够实现自我的地方 就不会是那种养老的的地方 是不是呢 哦大家想想看 所以一定是有这样的倾向 那么才让我们去做了一个选择 选择一个适合我们的土地来生活 来发展 像我住过蛮多地方的哦 那嗯 除非洲我应该没有长时间住之外 其他呃 各个地方我几乎都有呃住过的经验 所以对我来讲呢 那也代表了可能每一个不同时期 时期呢你的一个呃生命的需要啊 那可是如果你慢慢的 比如说你定下来了你的生活 你的家族你的身工作或者是你的家庭哦 那都开始稳定下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些考虑 对不对那所以比如说像嗯 刚提到说像买房子或是找地方住的时候怎么判断 那首先一定是你的性格适合什么地方 你的工作属性在哪里 这个是我们最常判断的 那如果这个地方呃 这个地区已经锁定了 比如说台北啊或是哪里 像呃前不久我的我的朋友圈里 我一个朋友 他说他的呃老公在台湾呢 刚考取高考 所以全家要搬家 从南搬到北 那这也是一种理由啊哦 那除了这个之外 如果落地之后呢 那我们就要看看咯 那你要再再怎么样 在这个已经锁定的区域范围里呢 找到你的居住的空间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已经缩小范围了 这个居住的这个市区 成这个地区已经确定的话 再去找就不难了 所以不方是白天或晚上啦 不同的时间去绕一绕去走走去看看啊 那多半来讲的 因为前面我讲过 有不同的需要啊 所以你可以就自己的需要呢 去感受 有的时候我们常说 这个土地是找人的 房子也是房子来找人 找主人的 所以一定是你会 因为你个人 跟这个土地磁场的相应 所以你会被他所召唤 因此当你在绕一绕这个地方 这个地区 你在目标去看房子的时候 你就可能被他呼唤到 那就有可能再去看看 这是不是你要的啦 那环境 是不是你要的 居住空间啊 然后 金钱 对不对 价位也是很重要的考量 那所以这些 其实都跟我们的人 跟土地的能量 是非常有相 直接的关系的 多半来讲呢 不管你选择的是市区 或闹区啊 或是什么地区 不重要 重要是呢 呃 居住的地方 一定是要让我们舒服 而不是让我们进去 就觉得流失了所有能量 对不对 所以呢 肯定在这种阴森啊 不安啊 一进去就心神不宁啊 好 然后这样的地方 你当然不能呆啊 是不是呢 好 那所以一定是找到呢 你到那边你有安心的感觉 好 你觉得可能是放松 可能有安全感 可能平静 或者是你觉得到这边 你就只觉得整个人活起来了 那这种感觉 对于我们选择 我们的所要呆的居住地啊 来讲呢 就非常的明确 那常常有的说 什么水土不服啊 土地磁场合不合啊 那其实非常简单 你到一个地方一直很倒霉 你到一个地方一直受挫折 或者是钱包也被偷了 然后遇到很多不顺的事情 那可能这就是一个讯号了 或许你要仔细考虑一下 你跟这个地方是不是契合 还是有什么问题 需要先去做解决 不过每次讲到土地能量 我自己是觉得 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 测试人敏感度高不高的一种表达方式啊 你想想看 如果你居住的地方呢 只是当做吃饭睡觉 像比旅馆还不如 旅馆有的时候还会那有个早餐提供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忙碌到呢 其实你只是回家倒头就睡 然后呢 你也没有心情跟心工夫 去观察你居住的空间 然后你每天只是目标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工作上班赚钱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可能对于土地的能量的敏感度 就不会那么高 而且需求度也不高 好 因为你有可能你你根本连这个心思都没有 所以像我有一些高端定制的客户啊 他们有时候很可惜啊 因为虽然都非常的富有 那但是呢 其实那个富有的房子呢 其实根本都自己都住不到啊 因为那个大房子就是空着 为什么 因为你要到处跑啊 因为你根本没有心思啊 因为你根本住不了自己原来的这个空间 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说 就是很比较没有福气啊 因为没有办法享受到 这样自己选择的一个居住磁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土地能量对这些人来讲 可能就不是居住的功效 顶多就是让他有一个生存的地方啦 或者是有一个投资的地方 好我们可以这样说 那但是如果说 如果你不能安定下来 你的心不能定下来 好那这样子 其实这个土地磁场呢 就没有办法对这样的人 产生一个相对的敏感跟提升 好哦 那我也要回去检查一下我们家 有没有符合老师刚讲这些条件 那以前我也听到人家讲说 其实你要找到一块好的能量土地啊 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缘分的 就是人家说福地福人居嘛 那想问老师 是不是说有一些什么样条件 或是什么能量特质的人 他们是比较容易找到福地的呢 像前面我提到的哦 就是说如果他的心思没有办法去专注在生活面 比如说只是一位的只是专心赚钱啦 买脑子都是数字啦 或者是经常活在焦虑不安恐惧的人呢 他们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创造 跟土地来互动好 然后创造一个比较大的好的磁场 而这样比较容易内心焦虑啦 或是不安的人呢 他们就会比较容易被跟他们相应的土地 就是一样可能是不是很好的环境啦 那个不是很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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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的地方 来跟他相应 因为他的磁场可能比较低或比较焦虑 所以他比较容易被这样的地方吸引 那所以如果说心思比较开朗啊 然后比较正向积极啊 然后心情也比较这个阳光一点的话呢 那其实就比较容易去吸引到这样的互动 就是互动到比较好的条件的地区啊 然后可以找到比较适合居住的环境 所以其实从前面我们一直讲下来啊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其实这就是一个好像对频 你的频道频率有没有符合一致性啊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当然就不太可能在这个地方 待的比较久或是居住下来 所以说假如一个人比较知道自己的个性 知道自己内在的需求 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呢 又比较正向开朗 所以这样的人呢 他可能在选择居住的空间的时候 或是他他就是把身体当做是一个大灵白 好 然后来搜寻跟感应的话 那他就比较容易形成所谓的福地福人居 那他到哪里也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他自己的正向光明的力量 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呢 好像清理净化 而且还把它变得光亮起来 好那我们说这样的福人呢 居住到哪里 基本上呢 不是有太大的问题 老师那如果说 可能已经买房子了 或者是说可能 暂时没有办法搬家 可能那土地是流传下来的啊 祖辈流传下来的 或者是说可能 其实比较多的时间 都是在办公室里面的情况下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我们现在住的地方 或是比较常活动的这块 这个地方空间 然后可以把它养成一个福地吗 土地有他本身的限制 所以如果是一个30分的土地 你要透过一些方法把它养成100分呢 可能有点难度 但是如果他是30分的土地 你说让他做成大概30分满分呢 那这个我们可以做到 所以呢 如果这个土地跟人刚好 这契合度是可以的 那我们可以说 他可能已经到达60分了 那接着我们再用一些能量的方式来操作呢 他可以再上扬到80分 那这个也不会很难做到 也是非常可以容易做到的事情 所以假如说 你是一个对自己比较严格要求的人 那么你当然希望呢 土地就已经是分数高一点了 然后你个人又磁场又提高了 所以人家土地呢 加起来这个这个力道又不一样 对不对 不然怎么会有某某豪宅 大家都抢得住呢 就前阵子我还听说台湾地宝 对不对 好像还有人用地宝 这个标志性的建筑呢 来欺骗来骗财 所以呢 你就可以知道呢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趋向性 那有方法的 还是有方法的 所以首先呢 第一个当然你可以选择 如果你能搬家 你能换房间 你能够调整 这是第一个要素 对不对 因为你在有限的空间 环境之下 你做不了更大的突破 所以可是如果不能的话呢 比如说也许是祖产的啦 也许是家里留下来的 也许呢 你已经才刚搬进去了 那我们就不考虑这个第一个要素 我们就来想想 在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空间里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去调整 这个有限的空间 让它变成无限的发挥 所以所有的空间呢 都最忌讳的就是混乱 对不对 所以干净整齐 那定期的通风阳光 然后不要湿湿的黏答答的 然后不通风 那这一定是必要的 因为呢 如果一个地方一个空间 它很混乱的话 它会创造很多的卡住 就像残污纳垢一样 比如说你的这个卡住的地方 它一定会堆积灰尘 对不对 堆积负面不好的东西 那如果情绪的卡住也是一样 那如果呢 环境潮湿 情绪跟环境的潮湿 都是一样的能量状态 就是会黏黏湿湿的 所以呢 这样子一定也会产生 晦气跟病气啊 那所以这些当然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避免的 所以呢 比如说你放了很多很多细小的东西 杂物很多 然后很混乱的时候呢 这个肯定居住在里面的人呢 也会有很多的杂念 好 所以这个杂念一出来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 每天都想清理不完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做法 就是要让思绪不要那么复杂 就把你家里整理干净 然后小东西都丢掉 或者是收到柜子里面 不要眼前看到 好 那你这样做的话 基本上你就已经剪断了你很多负面的思考 跟你的杂念了 那第三个就是当我们可以整理好之后呢 我们当然就可以来开始美化它 因为呢 负面的东西都拿掉了之后 那么我们还想还希望它可以更好一点 这个时候呢 要让它更有能量更好 你就可以用色彩的方式 然后用植物鲜花的方式 一些好的艺术作品呢 然后放在你的空间里面 那这种创作呢 为什么我们在做色彩呢 因为色彩其实提高能量呢 最快最有效的第一种方法 没有任何一个方式比色彩来的 这么的神速有用 因为呢 在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看到的 已经看过去的 就是用色彩堆积的世界 那所以呢 颜色的这个比例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此呢 放置鲜花啦 一些艺术品啦 然后这样的打造这个环境呢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当然对我们的学习的专业的小伙伴来讲呢 也很有帮助啊 像前不久我一个学生 那他呢 学了一生的好 好本事了 好工 好武功了 那他要把这个功力发挥呢 到他的家乡 所以他 学完要回去运用的时候 就要运用在他的居家空间里面 所以呢 他刚好有一个新的房子要装潢 那所以他就来问我 他就来问我说他应该怎么样处理啊 那我们去设定的很愉快啊 因为你会很开心 当一个房子要装潢装修之前呢 然后你已经心里很清楚了 你要打造一个能量空间 那所以呢 什么空间 放置神圣的东西 什么样颜色 适用在哪个空间磁场里啊 那还有就是 比如说因为他有小孩 所以小孩他居住的空间是什么样的颜色概念 那所以在家里装潢之前呢 我的学生们几乎都已经有这样的概念了 那这就是前面我们讲的 也许他没有办法选择换一个房子啊 然后呢 但是呢 他有能力在他有限的情况下呢 做出无限的创作 所以呢 比如说他我们就会鼓励他 布置一个神圣的这个水晶圣坛啦 或者是呢 做颜色的调整啊 那所以这些都会让我们在里面生活的人呢 是感觉到舒服有能量而且很容易放松 并且回到家来可能外面的脾气 外面的疲惫呢 就在家里被洗干净了 那这是我们做能量的工作者呢 最擅长创造的一种神圣空间 哇还好还有这些方法 不然已经搬家的朋友 或者是刚买房子的朋友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刚听老师讲了这么多的方法 感觉起来是背后还有其他的招数间 还没有跟我们介绍对不对 想问老师啊 就是如果我们想要真的学习这种能量的方式 去打造空间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课程或者是什么样的方法 就是可以推荐我们来学习呢 就是可以回去用在自己的家里 或是在自己的办公室啊装潢的时候可以做使用 没有没有我所有要讲的都已经讲完了 这样会不会吓到主持人啊 不是的我并不想要藏私啊 那但是呢因为每一次在节目里 或是在短暂的访问当中呢 时间都很少 所以我们只能讲重点 那可是基本上刚才我提供的这些方法呢 如果对一般的朋友来讲你要把你家里去调整好 或者是去找到适合的地方 照我的几个四个步骤基本准则来讲 你不会差太多哦 你基本上就可以得心应手了 那可是如果你还不满足于这样的 你想要更进一步 然后你想要多点学习 或甚至是像我们一样有这样感应力 然后能够感受到空间磁场 然后也有这样专业的眼睛 可以去把这个空间的颜色 还有它的舒服感打造出来的话 那当然这个就是比较专业的层次 就需要专业的培训 所以在视觉的印象中啊 其实色彩占了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的比例啊 你可以发现它非常的高 所以就算是一个好房子 错误的颜色搭配呢 就会产生错误的这种感受啊 而且不是那么舒服 我之前大概在十多年前 十年前我在北京财经台呢 我做过一档节目 那我们做了大概有十几集的样子啊 那就是在帮 帮什么呢 帮很多在当时的北京呢 很多所谓北漂的人啊 所以他们到了北京呢 有可能一家三口都住在一个 大概可能是十几坪的房子啊 那就有个节目呢 就想帮他们来做这样的打造 空间打造 所以呢 设计师呢 就会跟这个负责人主持 这个这家屋主来谈啊 跟他一家三口 全家人就会开会来聊 那当时呢 我一个学生 他是其中一个项目的制作人 然后他们就遇到瓶颈 所以他就跑来问我 可不可以接这档节目 那听完之后我非常有兴趣 所以呢 我们就接了这个节目来做 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呢 虽然这个够这个动静 设计很好啊 然后设计师呢 也非常的有本事 但是呢 他们后来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东西 却不是呃 屋主想要的 好 那设计师就会问说 颜色也没有用错啊 而且这个风格也对啊 是不是 结果屋主说 这不是我要的感觉 好 所以呃 就是回应到刚才我讲的 你就会发现在这个空间当 空间当中呢 视觉印象色彩呢 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的比例 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居家的这种色彩布置呢 在当时呃 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印象非常深刻 那我的功能是什么呢 所以后来制作人就问我说 老师你有没有办法 在这个设计师跟屋主当中 当一个桥梁 哦 这当刚当然没问题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专业 对不对 那所以我说没问题 因此呢 那个节目从头到尾 我们在做的 就是协助设计师 他去勘察过了 然后屋主也有自己全家的需求 可是他们的意见 还没有达到一致 所以我就协助他们在中间呢 在这个视觉上面 在色彩的视觉决定上面呢 来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记得当时呢 节目呢 就是制作的越来越好 而且人越来越多 所以呢 后来有的设计师 也找我们来做心理咨询 因为他也有心理的困扰 他觉得我的技术这么好 专业技能 可是为什么我不能了解 我的客户的需求呢 所以也来接受我们的专业辅导 做一个商业能量的专业顾问的这个 教练 我们讲就是consultant 在做这个方面的协助 所以让这些具有一身好本领的专业人士呢 他们也有更多的感应跟感知力 然后能够去跟他们顾客做最好的一个互动啊 所以那几集节目我自己做的觉得很很有趣啊 因为我们在录影之前呢 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沟通 甚至是因为你知道现场就不是只有设计师跟这个屋主 对不对 那还有制作人 还有中间各个环节的灯光摄影师等等 大家因为他有兴趣了 所以每一次呢 要开始录之前呢 我还要几乎办一个差不多小型讲座吧 几十人 差不多三十人左右啊 因为我们每个场次很平凡 所以呢我们大家就要做一个像中小型的一个演讲 然后跟大家讲我们的理念跟概念 全部人都是觉得很激动 都觉得哇真的太好了 然后呢 接着再帮他们逐一的各案式的来做这样的高端定制的辅导 所以呢 这些经验对当时的我来讲呢 也奠定了一个基础啊 就是早期呢 在台湾我写了很多专业的分析的文章 专栏文章啊 也有帮各式各样的产业 房地产商我们也做过合作 帮他们做整批的这个概念性的规划啊 然后呢 还有这个设计师杂志等等啊 那呃 到了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我才真的去把它更落地的融合 因为这个要做出来是实际应用的啊 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学到蛮多的 那因为不同的这个色彩背后 有不同的心理跟生理的影响啊 那所以对我们来讲呢 怎么去协助大家实际应用 而且应用出一套心得呢 就在这十年当中呢 慢慢的就成型了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就是说我不仅仅是从理论 视觉的效应来左手啊 还有心理跟灵性的层次 同时呢 我们也结合了食物的这些企业家 还有食物的工作者呢 让他变成可以变成立刻看到效果的一种方法 那后来呢 慢慢的呢 这个需求的人越来越多了 然后也有集团企业 开始跟我们合作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到百人厂 那百人厂的时候呢 甚至还有一厂做到上千人 那我们就开始给大家做这种科普教育 就普及式的教育了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 你也没有想要当一个色彩搭配的专家 或是做个建筑师设计师 那你也不是想要来做什么心灵辅导的这个人士 可是你只是想把你家弄好 你只是想在你家呢 跟你先生的关系变好 其实冲着这个每一天生活当中的需求呢 那我们就用颜色能量就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支持到大家 所以后来有一家集团就请我去开发了这样的课程 去结合了家庭的教育啊 我们说五感式的家庭教育 也就是说在这个空间 如果我们已经把这个基础弄好 是不是这个好的福地福人居 而且这个好的地方居住下来 老人小孩大人感情 那其实还有健康 其实都会比较顺 那心情顺了各方面顺了 那其实财富不会太差 因此呢我们就开始做 我们做了很多场 然后所以就还蛮受欢迎的 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把我们的一些理论呢 往下再去推动 所以就把更多的 比较一般人看起来很高深的这种能量 疗愈科学 气场分析 这个原先感觉上只有身心灵在 在使用的这个领域呢 就忽然一下子接地气了 然后呢很多人都开始了解 什么叫气场了 他回到家就感觉到气场好不好 他回到家看到太太就知道 就知道这个气场 这个磁场是怎么样的 那甚至是很多人呢 他出去工作的时候呢 他就知道今天这个商业谈判是怎么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 从基础居家的生活空间 慢慢的这个内在需求 然后演化到外在 你怎么去搭配色彩 那色彩的搭配有很多 对不对 你的居家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家具 或者是你的穿搭 你的彩妆 那一切一切 买个车子等等 房子的装潢 那就发现就有小而大呢 他被应用起来就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所以呢 像这样的一个跟色彩相关的课程呢 他就变成有疗愈 有咨询 有分析 有理论的实物的经验 然后他还有逼大家去落地实现 实操 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不然你学了要干什么呢 如果我们嘴巴讲了一套一套的 可是我们家里却自己都不能实现 这样的美好 那为什么要花时间跟金钱来学习这些东西呢 所以呢 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居家生活空间的色彩的课程 或是全脑疗愈的这样系列课程里面呢 几乎他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把很多我们生活当中不明白的东西都先搞明白了 然后对于自己的生理需求 对于心理的诉求 还有生活的发展呢 都开始做一个很轻的很清楚的厘清 而且是很深入的厘清 那这也是我们做到现在啊 我觉得对于土地磁场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至于这个存寒刚刚问到我说入门的课程 那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呢 我已经发展出我们自己的讲师的系统了 那我们同时还在不停的招收各地的培育的讲师 在各地区自己开讲 那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初届的课呢 叫做居家生活色彩的课程 那这个居家生活色彩呢 其实就是我们最实用的第一堂入门课 好 因为有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只需要怎么样学到对自己好 对我们的家里好 那并不需要变成专业的什么工作者 或是学了太多理论 所以这个入门课呢 就是双重的可以把我们的人的内心 刚才我讲过 人跟土地两种能量呢 同时结合好 把你调频好之后 你回家 两天之后你就能实际用在你自己的生活空间 跟你的居家摆设当中了 那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入门课 今天老师的一点都不藏私的分享 真的让我们受益良多 而且我发现透过老师的分享 我学习到的是 其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有好多的工具跟方法 都能够是让我们变得是更健康跟快乐的 就是你不只去调整好你自己的健康的状态 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心情 然后透过改善你的居家环境 其实也能够让你的家人跟你周边的人受惠 那就可以达到我们今天题目讲了 就是养土地就是可以养健康 养好运养财运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真的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就是这么精彩的一个分享 好的好的 谢谢春寒 然后也谢谢各位收听的家人朋友们 那很希望呢 在《照一幸福道》当中呢 接收到大家的提问 还有就是也欢迎大家想听到什么 请尽量不要客气的提出来 我想呢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团队呢 他们都很乐意来规划任何的这样的收听的节目 来提供到大家 那也谢谢制作的团队啊 然后让我们的节目呢 开始有这个时间 时效性啊 就是他也会越来越配合我们 现实生活当中 每天所发生的事情在各地区 那目前呢 因为在我们的团队呢 在这个内地 还有香港 还有台湾呢 都有我们的同学 还有培育中的这些工作伙伴 所以也很希望大家多多找到他们 来学习色彩 或是来做咨询 然后呢 一起变成有能量的地球人 然后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如果能这样做呢 我们今天做这些《照一幸福道》的节目 这个幸福啊 就每天都已经跟随在我们身边了 不用等到未来了 所以也谢谢大家 能够有耐心的来聆听我们的分享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收听《照一幸福道》 让你的幸福准时到